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許智峯大家都知道他是壞人 他不單是欺騙選民 欺騙黨友 支持者等等 還欺騙所有全香港的人 他現在再一次挑機 他挑機現在一個法官 甚至乎他挑機國安法的法官 因為他今天有一宗案件要審 他直接跟法官說 你判我坐牢 你判我越重越好 嘩 這麼囂張 到底 他怎麼這麼囂張 而他這次涉及到的 案件是什麼案件 稍後也會跟大家說 想跟大家說 北溪1、2號現在是永遠地被 被摧毀 已經入滿了海水 拜登其實曾經說過 要摧毀北溪2號 但問題是北溪1、2號 是很難很難去打爛他 我們有一些他的結構可以公開告訴大家 基本上你沒有軍事的力量 是無法把他打破的 到底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稍後會跟大家說一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許智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壞人 賤人 澳洲基本上 都沒有人喜歡他 在香港更加人人得而豬之 這個壞人又做了什麼事 這個許智峯其實現在是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案件 而最快要被判的案件就是今天 將會被判的一個 藐視法庭罪的案件 是什麼事呢 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個藐視法庭罪 但其實他還有很多不同的案件在身 他在昨天的時間 他就 說了一些壞事 這些事就是 挑戰法官 他在他的Facebook就說 早前 香港的政府 因為他沒有回香港 出席幾宗的莫須有刑事審訊 不好意思 他的罪行並不是莫須有的 他有什麼罪行呢 我有很多 我已經寫了出來 但我不打算說了 寫了出來 第一件事是洗黑錢罪 因為他搞了一些眾籌 但是落了自己的袋 洗黑錢罪 第二就是叫人不要投票 在立法會選舉中叫人不要投票 這個已經是違反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而且他令到他的黃絲手足累到他們坐牢犯法 有案底 他認為是嚴重 非常之嚴重 接著就是 騙選民 騙了他的黨友 騙全香港的市民 騙了國際社會 他偽造文件 他聲稱要開一些國際環保會議 但原來根本沒有這些會議 他是偽造文件 以及行使虛假文件 還有一些違反國安法的罪行 全部這些罪行 都不是幾宗莫須有 全部都是有證據 是衰硬的案件 所以他說這些是甚麼莫須有的審訊 完全不是 還有今次這宗的藐視法庭罪 他就說在昨天 收到香港的警方透過電郵通知他 這宗案件將會在今天 上五十點就在高等法院判刑 判了多少呢 大家看報紙就會知道 亦都說把這宗案件 他認為將會是首一宗 被告 潛逃海外在缺席聆訊下被定罪 被判監禁的一宗案件 不知道為何他那麼肯定會判監呢 他知道這個案件的嚴重程度是很嚴重 跟著他就說 其實他現在在自由的國度裏 因為他在澳洲 澳洲現在沒有一個 逃犯互換條例 但問題是 現在沒有 將來會不會有 你看張家輝也知道 跟著他就說 無論陳國安法法官 怎樣對他有什麼重判也好 十年也好 八年也好 坐牢坐多久也好 都無損他人生的自由 和聲譽 因為他已經沒有聲譽 他連信用卡也沒有 你也知道他是毫無信用毫無聲譽 他說亦無損他在國際上的遊說工作 也是因為他根本沒有工作 你看到他有什麼工作 我真的看不到 不是開玩笑 跟著說 重點唯一的客觀效果就是 加劇香港法治的墮落 其實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他犯了法他應該接受判刑 接受一個 法庭的洗禮 但是他不接受 其實 是加劇了他這些泛民 的墮落 跟著說 等全世界看看香港法庭 如何是甘於配合暴政 迫害爭取民主 和自由的市民 不好意思 你是真是偽造一個文件 你自己也承認 你自己基本上是承認了做文件 你承認的時候 是不是 法庭迫害你 你自己說自己犯法又說法庭迫害你 你是不是精神的問題 還是智商的問題 然後在這個前提之下 他邀請陳官 儘管重判 判得越重越好 不用做錯 盡量判得越重越好 不斷判他 看你判得多重 根本上是挑戰法官 然後說 為了法庭不知道他的立場 他會以本帖回覆 回覆警方的電郵 再抄送到法庭 看法庭可以判他多少年監禁 看法庭可以罰他多少重費 好像很開心 我真的不知道 這傢伙 膠到你沒辦法形容他那種膠 真的有多硬 說笑 真的沒辦法 你傻子 你還要在這裏好像很拿威 有什麼意義呢 有什麼意思呢 我真的看不到 我們講完這個壞人之後 其實無論他 法官判他多久也好 他現在其實在外國的生活和坐牢有什麼分別 沒什麼分別 是不是 那你不在 其他外國地方換一個環境 繼續做你的監等 世界之大 你可以自由地去嗎 不可以 因為這是一個違法達罪的人士 還要害了很多 黃絲手足的人士 那這個壞人之外 我們講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一個國際的大事 就是 北溪天然氣管 德國那邊已經被摧毀了 還要德國那邊 他現在是入了海水 那麼 很多矛頭都直指美國 因為這個北溪天然氣管對於俄羅斯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經濟武器和政治武器 如果摧毀了 其實俄羅斯 是會失去經濟武器和政治武器 所以俄羅斯是不會做這件事 去打擊自己的經濟武器和政治武器 是絕對不會 德國媒體在昨天的時候就說 他這個天然氣管的發生洩漏已經是 一個 刺激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他不是 發生洩漏那麼簡單 是被人家惡意摧毀 他也說過 在這個北溪天然氣管12號被惡意摧毀的前幾個星期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 警告德國說波羅的海的天然氣管可能會遭受到襲擊 那為什麼美國CIA會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準備 因為自己 安排 俄羅斯那邊現在要求美國 正面地回應一下 這個北溪天然氣管12號 被 襲擊 或者被 摧毀 被毀壞 這個 事實 美國暫時沒有回應 我們都還在等 德國的明鏡周刊 在27號的時候引述了知情人士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在今年夏季向德國警告 他說 北溪1、2號可能會遭受襲擊 德國政府暫時沒有一些評論 或回應 但據報北溪天然氣管12號最少有三個地方受損 洩漏了大量的天然氣到波羅的海 原因是未明 瑞典地震中心也錄到海面附近 有一些強烈的爆炸 不少歐洲官員懷疑 輸油氣管 輸天然氣氣管遭受別人的 人為破壞 剛好在 數天前有情報顯示 美國的美軍在 北加天然氣管的上面 逗留過一段時間 然後這個北加天然氣管告訴大家 為什麼美軍又剛好在上面逗留過呢 俄軍沒有 為什麼呢 所以現在俄羅斯要美國不可以解釋一下 德國的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向商界領袖表示 這個洩漏針對基建的攻擊而造成 現在他說德國政府知道這不是自然的原因或物料老化所引致 丹麥那邊的首相更說這件事是故意的行動 波蘭那邊的總理也都說這件事是人為的破壞 現在北加天然氣管易營運商就表示 這個導管系統一日之內有三條的北加天然氣管的損壞 在前所未有 而至於這個北加天然氣管的 組成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北加天然氣管 它是非常堅固的 管道裏面是由1.5吋的厚的金屬材料加工而成 最核心那裏是由金屬包住的 1.5吋厚 很厚的 這樣包住 都未夠 同一時間外面還有三層的保護層 包括鋼筋運營土的一些包住的結構 有三層那麼多 每一截是六米 單位管道 即一截的管道已經是11吋以上 所以要破壞北加天然氣管 要炸毀普通魚雷也炸不了 即是要用到 炮彈 所以要對這個海底天然氣管 進行破壞的話 其實是要非常強大的軍事技術才行 普通國家 就算是日後也沒有可能是用炸藥 尋帶然後引爆 而且你會知道現在有衛星和雷達 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什麽人 是經過過那裏 剛好 剛好 有能力炸毀北加天然氣管的國家 根本是沒有幾個 而剛好 有什麽國家 的 叫做 軍事的艦艇 或者軍隊 是在這幾天 被炸毀的那幾天 是經過北溪1、2號 又是美國的軍艦 又是 而剛好有能力做到的國家根本是沒有幾個 大家也能看到 五隻手指都能看到 所以 而做到 有這樣的能力做到又有機會做又有動力做 剛好又是 時間吻合上只有一個國家 所以俄羅斯現在要求美國解釋 而 剛剛所說的 又德國 又波蘭 又丹麥等等這些國家 是沒有向 是沒有向俄羅斯問責 剛好得那麼巧 CIA在早幾個星期之前 為何他會知道有這些事情發生 他們自己控制了 剛好得那麼巧是今年2月8日的時候 美國拜登就在這裏講過 美國拜登說過 如果俄羅斯打烏克蘭 這樣的話 就不會再有北溪1、2號 將會是毀滅他 將會摧毀他 當時記者問 你會怎樣摧毀他 可以確實說 因為這個項目基本上是在德國的 領土上 德國的海域上是由德國控制的 拜登說 我向你保證 我們美國的軍隊是能夠做到這一點 這個是美國廣播公司的新聞 NBC的新聞 現在他是不是把他的承諾對現了拜登 但是他有沒有想過他的盟友 其實德國等等其他國家已經接受了 給錢買你的氣 你不要斷我氣 他現在就把北溪炸毀了 他連 給德國、歐洲國家和俄羅斯談判的機會 都褫奪了 現在 美國完全沒有任何回應 完全是迴避 你就知道 哪一個 是幕後的黑手 不知大家覺得這兩件事是怎樣的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文傑你怎樣做這件事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按下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祝大家